毛泽东为何指示徐海东必须平大江而且要排第二。 从北伐到抗日,他身经百战,十年九次负伤,全身十七处弹痕。 大革命时期,他的家族失去了66位亲人。 解放后,他拿出自己养病和老战友送的钱,以及子女积攒的压岁钱,为牺牲亲人修了烈士墓。 他就是开国大江徐海东。1970年的今天,徐海东大江逝世。 在十大大江中,素玉将军因其显著的战功,毫无争议的排名第一。 但是排名第二的徐海东却是不为我们熟知的。 1940年之后,徐海东大江因病疾劳成疾,此后长期担任兼职和疗养。 可是毛主席亲定,十大将军,徐海东要排第二,这又是为什么。 徐海东,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军事家,毛主席曾评价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。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黄碑,出身贫寒,当过11年姚公。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马起义。 徐海东之所以能够排名在黄克城、陈庚等将领前,最主要是因为长征后卫党中央扎根陕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,是陕北的元老级人物。 卫党中央扎根陕北奠基。 1935年,中央红军主力历经千南万险终于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,与陕北红军会师。 这时已进入阎东时节,部队,缺吃少穿,连温饱都成问题。 如何让战士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。 于是,毛泽东向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打欠条。 请你不借2500元给中央,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。 许海东随后派人把5000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切部,并让全军上下节衣缩食,从人员及物资上支援中央红军。 毛泽东,张文天,周恩来,彭德怀等领导都把这5000块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。 徐海东与中央红军一起打退了蒋介石对陕北的围剿。 毛泽东称赞许海东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任务,举行了一个奠基礼。 红一军团,红15军团部分领导人合营。 前排右翼为徐海东,取得八路军抗日首次大劫。 平行关大劫是八路军抗日的首次大劫,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 这一战功是林彪指挥的115师取得的,而徐海东正是115师344旅旅长。 当时,徐海东率部向华北前线挺进,赶赴平行关参加维歼日寇版原师团的战斗。 徐海东指挥687团从左翼突击,经一天苦战,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日军一千余人。 之后,徐海东一直奔波在抗日的最前线,在半年多时间里,从山西打到河北,日夜转战,驰骋数千里,同时也因为疲劳过度而病倒。 抗战中的徐海东,为解决西安事变护航。 1936年12月12日,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。 张学良、杨虎成等点名要求中共派徐海东率领红军协助他们,抗击亲日派调遣的部队向统关进犯。 经中央同意,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开往西安地区。 1937年1月上旬,徐海东到达咸阳,被任命为南路总指挥。 徐海东到达同关后,连夜构筑了攻势,严阵以待,不久之后敌人赶到,发现徐海东率领红军已抢先到达此地,连夜后撤20公里。 西安事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,徐海东功不可没。 西安事变时期的徐海东。毛泽东指示徐海东弊平大江而且排第二。 1955年受闲的时候,徐海东说自己没有参加解放战争,长期没有进行军事指挥,没有必要平军衔。 但毛泽东却说,徐海东不但要平大江,而且大江里面要排第二,仅次于肃裕。 这体现了对当年中央红军所处的绝境中徐海东结出贡献的充分肯定。 徐海东与妻子周东平。 徐海东在阅兵典礼上。 毛泽东经常说徐海东是最好的共产党员,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。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,为什么徐海东必须排名十大将军第二,他的资历,军事才能,军功在红军时期无人可比,连斯诺都认为他是共产党将军李奇迹。 今天,一起面怀大江徐海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